这是一首新的神曲叫做 最后一次告白 我的一首原创作品 送给每一个好朋友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送给一个女孩的 希望大家在情人节这一天 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天命在这里非常感谢 命家军兄弟姐妹们 一直以来对天命的支持 帮助理解和期待 也感谢每个歪歪游客 点进到这个视频里 我希望你能用心 去把这首作品听完 可能节奏很快 但是更多的时候 讲的是一段真实的故事 故事里包括了过去 现在 未来 很多很多 我用了三天时间 才把这个作品做完 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 用三分钟的时间 把它听完 先说成谢谢了 最后一次告白 来自麦西天命 比喜欢更重要的是 是爱 比爱更重要的是 是你 这世上只有一个 我能称之为家的地方 那就是 你在的地方 最后一次告白 那是一个八年 那时的你我无缘 你是我要的红颜 只怪我当时没钱 你我早就相识 在八年前的那时 回想八年的故事 我只恨来得太迟 那天你的背影 是最美丽的风景 当时我很惊醒 可虚然只能憧憬 因为什么都没有 所以看着你走 因为什么都没有 我只能选择放手 没车没钱没房 我只能一个人扛 我要对得起胸脏 把内心深深以藏 到了八年之后 当我把人心看透 当我忘了难受 你却出现在左右 看到你的那个 好似梦中见过 这些年我自问对着 终究没能看破 真的感谢苍天 又将你送到身边 放下手中的香烟 我再求个八年时间 再赔我一个机会 让我卸下了浪费 多少年的尾流泪 我这一刻只为你罪 我将你的名字 在我的身上文字 三个言霸入昨日 我一切都是太相似 少年时的梦想 都已经败给成长 关于你的过往 却还是我的信仰 我终于拥抱着你 能把你放在心底 为了和你在一起 我已经忘了自己 多少年的心愿 到今天终于实现 我愿意为你改变 是为了一句想念 第一次的吵架 第一次我说狠话 第一次我对你 则法只是因为害怕 害怕你离我而去 害怕你选择放弃 你对我说的每一句 我都牵涂我的情绪 那一天的那一夜 我始终无法忘却 你不懂我的世界 才成为我的一切 没有人会喜欢孤独 只是比起失望 随遇 以及冷热交替后的纵横来说 孤独 会更让人踏实 我们有了分析 你总是说我多疑 前方的陆世民 你我是什么结局 到底是我一般 还是想得简单 这八年的心算 怎能换得一份不安 我说我想成家 我见了你的爸妈 他们说我不慌 配不上你这朵话 他们说我不会 对我冷眼相对 那些我都无所谓 我只想要一个机会 我不懂你的态度 我不想对你清楚 哪怕我有多无助 我只能向前迈步 你说你还没想透 还没想过以后 是我太早看透 你不懂那些难受 我的心在刺透 你的心却没斗 恨我自己太没有 我把你看得太重 如果结局是分手 我不会首先改口 你要走就让你走 我何必再问是否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 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 可是我忍住了 因为我怕你说没带 而我又无脑为力 就像是我爱你 却给不了你想要的陪伴 最后一次告白 其手法不舍掩埋 最后一次告白 我努力去会释怀 你若回头我还在 只要我还没年迈 当你明白我爱 这一生我只为你败 你不是我的新娘 却住在我的心房 等到你的不在身房 把你内心隐藏 和八年前还一样 你还在我的心上 八年前我没忘 八年后却埋葬 这是一首新的原创作品 送给来自YY调频的每个粉丝 如果说您真正喜欢的话 点赞 转发 谈目 谢谢每个粉丝的支持 谢谢 谢谢